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五十二至五十四集 承萧爱的奖励 顾南婷欲罢不能 还想要 承萧挂在顾南婷的脖子上 凑过去亲了一下 到耳边的南道 这次表现不错了 搞定了我爸妈 男女老少通杀 一致夸你不错 说我眼光好 奖励你 顾南婷似笑非笑 奖励我 就一个吻呀 不够 那你想要什么 承萧话因为落 就被顾南婷抱在身上 双腿挂在腰间 嘴唇被含住了 顾南婷的闻 很是霸道和窒息 在老家憋屈了 一个星期的欲望 终于释放出来 一边啃食着承萧的珠唇 一边走到沙发上 承萧被放倒在沙发 唇病没有被松开 唇舌被绝多纠缠 脸一点一点发烫 有点上头 承萧也热烈地回应着 两人好久没这样专心 没人打扰的亲吻缠绵了 手不自主就伸进了顾南婷的衣服里 抚摸着紧实的皮肤 怎么还有肌肉 手感很好啊 顾叫圆 顾南婷伸手拿起遥控 关上了窗帘 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男主角 凑到耳边 吹气如蓝 用低沉有磁性的声音蛊惑道 看你表现了 要怎么奖励我 承萧摇摇嘴唇 害羞了一秒 就化身成大用 舒服吗 这个奖励够不够 嗯 顾南婷一边闭眼享受着 点点头 手也没停着 两人抱了好一会 才到洗手间去冲洗 承萧问顾南婷奖励 还满意吗 顾南婷在耳边滴雨 全身都满意 除了一个地方 稍微有点不满意 什么地方 留着下次吧 让你有点念想 你才是越来越会了 顾南婷对承萧上下起手 承萧赶紧躲 两人在洗手间嬉戏 两人洗漱完 在床上休息了会 起床后继续收拾东西 这十门铃响起 是外卖 一个草莓蛋糕 承萧最爱 你什么时候定的 承萧一脸惊喜问顾南婷 再给惊喜这块 顾南婷从来没有输过 就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 怎么突然想起买蛋糕 庆祝下 我们的关系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得到你父母和全家老小的同意 领证后 又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顾南婷一脸神秘兮兮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办婚礼呀 不过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 写信 顾南婷一脸认真 从书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信纸 承萧扑哧一笑 都什么年代了 还写信 给谁写 给十年后的我们写一封信 我觉得很有意义 承萧恍然大悟 哦 我明白了 现在是我们热恋时期 甜甜蜜蜜的领证结婚 是感情最好的时候 十年后 我们有了孩子 哪天为家庭琐事 事业和孩子忙碌 也许感情会变淡 也许生活会变得一地鸡毛 不忘初心 嗯 果然你是懂我的 我们开始吧 不准偷看对方的 顾南婷到书桌前开动 承萧则到了餐桌边 两人互不打扰 思考片刻后 开始落笔 亲爱的萧萧 我是来自十年前的你 这时的我 事业上是优秀的鸡长 感情上也非常甜蜜 和顾南婷在一起后 她对我非常宠爱 我们刚刚领了证 得到了家人的认可 她为了我精心策划了 求婚仪式 领证仪式 努力获得了家人的同意 我很幸福 她支持我的梦想 让我继续飞行 关心我的饮食起居和爱好 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心里 是我想嫁的男人 十年后的你 打开这封信时 也许会被生活的琐碎 磨掉了热情 也许对一地鸡毛的婚姻 失去了期待 但是我希望 不管生活怎么变化 你都不要因为家庭和孩子 放弃自己的事业 一直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 不管以后和顾南婷 发生什么样的摩擦 都记得他对你的好 他对你的用心 是你千辛万苦 才追到的男人 希望 十年后的你 打开这封信时 也是幸福的 祝永远幸福 落款承销顾南婷 则写道 十年后的顾南婷 你好 我是来自十年前的你 现在的我是客运部地部长 和承销刚刚领证 准备要办婚礼 过得很幸福 十年后的你 希望你能好好经营 自己的事业 保障一家人的生活起居 提供好的经济条件 同时也要一如既往地 多陪伴承销 多理解他的不容易 多分担家务和烦恼 让他一直开心 有了小孩后 多参与到照顾小孩和育儿中 不要让他过丧偶事的婚姻 不能逃避一个丈夫 和爸爸的责任 十年后 希望你能做到这些 十年后的你 也许会多了很多烦恼 事业更上一层楼 但不要忘了当初 陪伴你走出心魔的人 也许已经习惯了承销的付出 不再像婚前一样 这么用心对待 没有这么多惊喜和仪式感 会多了很多挑剔和不耐烦 但我希望你不会变成这样 不要忘记 你和承销是经历了多少曲折 才走到一起 不要忘了 你为了讨得他的欢心 研究他的喜好 学会做饭和拍照 陪他做一切他想做的事情 你们曾经也爱得这么热烈 十年后 当你打开这封信时 如果你们依然在一起 依然幸福地生活 一起共同分享喜怒哀乐 一起共同抚育孩子长大 经历着成长与痛苦 感情更加浓烈 那么恭喜你 你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祝永远幸福 洛款顾南亭两人写好信 对折后放进了信封 密封 放进了一个像时光机的密封罐 最后放进了保险柜 这是他们俩的秘密 也是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承诺 感谢观看